我們親愛的教育局的許多玄 還有我們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的三主任 還有我們的林教授 還有我們舞會的所有家長 聯合會的總會長 務會長 還有舞會的會賓 大家好 大家早安 當主任好 我是臺北市立 臺北特教學校 補導師的張會比主任 那今天很榮幸可以來參與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跟著我一起前來的呢 也可以說是我 跟著他們來到這個表揚的會場 由我們學校的家長會 鍾佩琦會長 喔 會長好 還有我們前任的郭卓峰會長 也是我們的榮毅會長 到現在才是一直來到我們的校園 還有我們的侯士團 副會長 還有我們的林慧珍 副會長 進入施工團的團長 還有我們前任的 我們前任的張雅琳的副會長 現在是常委員 要跟大家介紹我們的團隊 也是要表達 其實我們非常重視這個活動 那重視之外 我們也會從港和台北市家庭教育總是 舉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們在分享之前啊 我先跟楊佳說一下 因為我們待會的分享 有三位老師會分別來分享 那我也邀請我們待會會有DIY時間 跟參觀的時間 所以我要邀請現場在場所有的學校的老師 以及我們的同學都可以先回味 我們先回味聽完講座之後呢 我們待會有DIY 以及有我們的可以分享 可以去參觀的時間 所以邀請現場所有的好朋友們 以及我們的長官貴賓 以及家長 還有我們的同學老師 先回味 我們的講座結束 就會有自由參觀的時間了 謝謝大家 感謝我們美麗的司儀 還做這樣的一個補充 感謝各位 好 OK 好 那首先呢 我覺得要表達兩個感恩 要兩個感恩 第一個部分呢 是其實我們寫少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辦理活動 還可以接受表揚 還可以站在台上 特別是針對家庭教育的這個議題 真的很少有這樣的一個活動 以往可能我們信譚跟方啊 或特殊教育教師的一個表揚啊 這個部分喔 都跟家長比較沒有絕對的一個直接的關係 但是 咦 我們突然發現 我們只是帶著家長協助他們 去做一些紓壓的一些體驗 那陪伴著他們 居然也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讓家庭教育中心能夠看到各個學校的付出 為了這些家庭 然後有這樣的一個表揚的舞台 所以這個部分我要非常感謝 台北市江里教育中心 舉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第二個感謝呢 是我們學校的前身 叫做台北市立基地學校 那是8月1號之後 才更名為台北的特殊教育學校 那也藉此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們非常高興 讓我們在27所的學校當中能夠確定中學 來到台上跟各位做分享 那也藉此行銷我們的學校 讓大家能夠認識我們的學校 這是我兩個感恩 那今天的分享呢 今天的分享我想從這五大面向來跟各位做報告 第一個是學校的簡介的部分 第二個是經費補助的情形 再來是執行的概況 家長的回饋 還有未來的建議 這五大面向來跟各位做分享 我們學校呢 是一所集合了幼兒園 國小 國中 高級 四個學程的特殊教育學校 那學校裡面的孩子的障礙類別 有自閉症 多重障礙 肢體障礙 老性麻痺 智能障礙 多重障礙 還有虛侵入性醫療的這些孩子 那大家很難想像在這麼多障礙類別的 特殊教育學校當中 我們是怎麼樣在補導孩子 跟各位報告 可能在小學 國中 高中端 你們如果了解的話 補導師服務的心理智商的部分 對象一定是孩子 但是在我們學校來講 其實主角是家庭 很不一樣 我們的孩子受限於認知功能的關係 所以多數有需要做臨床心理智商 其實是比較偏重於像情緒行為的一些孩子 但是其他的一個孩子的部分 受限於認知功能 我們是比較難用心理智商的角度去幫各位孩子做這樣的一個服務 但是我們的家長就非常需要 大家可以想像 生了一個這樣的孩子 從接納接受到可以開放自己 帶著他們走出外 那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 所以我在補導師這幾年的過程當中 其實陪伴我的家長 走了這一段路 我覺得非常感佩 所以我們這個活動 對他們這些家長來講 相對格外的有意義 所以這個是我們學校的一個 基本的一些概況 好 好 那再來 這三年當中呢 我們所接受到家庭教育中心的經費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從四萬多到六萬多 將近七萬不等這樣的一個經費 那這個經費的利用上 我要再次感謝家庭教育中心 因為我們組長啊 在執行這樣的一項任務的時候 一直都問一下 主任啊 這個經費真的彈性非常的大 你像我們要帶家長們出去 參與一些活動 需要車資車費 需要門票 保險 午餐 還有一些相關零零總總的費用 我們很難在其他的專案裡面 可以去申請到這麼具有彈性的 這樣的一個項目 但是家庭教育中心做到 所以我們在跟家庭教育申請 這樣的一個經費的時候 還有執行投銷的時候 其實在應用上 我覺得家庭教育中心的承辦人員 給我們非常大的支持 所以我們能夠非常有靈活度的 這樣的一個角度去應用這樣的一個經費 再來我們執行的方式呢 因為這上我們會透過每學期期末的 家庭教育委員會 即期初家庭教育委員會 凝聚所有家長的一個共識 詢問他們的意願 比如說家長覺得 比較希望我們學校來辦理 怎麼樣的一個活動 讓各位做參與 那麼你們比較有意願 可以來參與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們是從需求者的角度出發 來凝聚這樣的一個意見和共識 那之後呢我們會全校發調查表 做一個了解 了解所有的家長裡面呢 我們做一個排序 您最希望可以辦理什麼樣的一個活動 在類型上在型態上 那是室內的還是戶外的 從這些面向我們去做了解 甚至你有推薦的講師或者議題 我們都可以納入做這樣的一個參考 那做了這樣的一個普查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樣所有基層端的家長的一個意見 他透過實施計畫 擬定在這個實施計畫裡面 然後進而編列預算 然後進行後續的一些執行的一個工作 這個是我們在校內執行的一個程序 那因為今天每一個學校只有三到五分鐘的分享 我就以109年我們執行的這樣的一個經費的狀況 我分享兩個例子 那今年呢 其實我們是帶著家長去桃園新屋青年冒險體驗院區 去做這樣的一個高空跟低空的一個冒險體驗活動 那下午的時間呢 我們是到這個永安宜館宇港去 那帶著家長去那邊走一走 所以這個是我們幾年度的一個主軸的活動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照片 我們孩子有上高空去做繩索的一個 吊掛或者是攤掩 或者是地空的一些平衡 平衡目的一些體驗的活動 其實剛開始我們在辦這個活動的時候非常擔心 因為這個危險性非常的高 那大家想想看 我們有些孩子像多障性的障礙的孩子 他在認真的理解上並沒有這麼好 所以很難用我們語言告訴他能做不能做 他就接收然後進而去執行這項動作 這個過程我們其實是非常擔憂的 怕他不聽不懂然後做不到或者不敢做 但是我們自己內部討論了一下之後 再跟園區的這些專業的服務人員做了討論之後 我們還是決定要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活動跟我們以往所申請這個計畫的活動很不一樣 以往我們的活動都是帶著大家去觀光工廠 或者是去老街 去體驗那個地方的一些文化面積 可是這個活動是實際上家長可以跟孩子互動 基於這樣的考量我們覺得值得辦 因為我們很少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透過活動來促進家長跟孩子的互動 然後彼此互相學習 那確實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也達到這樣的一個目標跟目的 所以我們整體的回饋是非常棒的 我們就是讓孩子去做選擇 你有勇氣上高空的你就上高空 跟著家長一起 家長可以陪伴你 那甚至有一些家長可能還比較膽小 是孩子的跟他上學 那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上高空的孩子 我們在地面上也有一些教練帶來的 這樣的一些活動可以進行 所以這個活動我覺得非常值得推薦這個學校 有機會的話可以接洽看看可以去參與 這個是其中的一個活動 那另外是我們校內的一個活動 請收看愛的頻道 那這個頻道這個活動 是在母親節的這樣的一個時間點辦 那大家可以想像我們的孩子啊 因為受限認知功能的關係 有些孩子不會表達或者表達力不好 或者他沒有辦法真的對他的父母親表達 喔 母親節到了 那我對爸爸對媽媽便是感恩了 所以我們家長就 我們老師的部分就做了一個這樣的一個名介 不會表達的孩子可以拿花束 自己製作的花束 不會表達的孩子可以製作圖卡 不會表達的孩子可以製作字卡 讓照顧我們的人知道 其實我們很感謝你的陪伴 你的愛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製作完之後 把它剪輯成一部影片 叫做請收看愛的頻道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個老師或者是學生 他們互動的一些照片 那我們學校有一個北市拍拍購的 算是社團 那我們就透過這樣一個社團 讓所有的家長 老師 行政人員 可以看到 你怎麼樣教你的孩子 你孩子怎麼樣去產出 這樣的一個感恩的心意 那爸爸媽媽看到了之後 也會覺得非常的失慰 哪怕我的孩子只是拿了一張圖卡 一張字卡 或者只是一束花 但是都可以傳遞 對母親 對爸爸 對家人 照顧的感謝的心意 這是我們在校內的另外一個活動 那家長回饋的部分 我們每一個活動 每一次辦完之後 我們一定會做這樣的一個統計 了解一下 那我們這個活動辦下來之後 家長的滿意度如何 那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在各方面地點的安排 時間的規劃 教練的引導 活動的內容 還有家庭成員的互動的部分 滿意度都非常高的 那這些下面是直信的一個 描述的部分 第一點其實讓我看得非常的模型 有家長寫說 感謝辦這個活動 讓我們的孩子也有機會體驗 這類型的挑戰活動 同時 家長 不用擔心盤人的目光 這個也是我要借此機會呼應各位 因為 這樣的孩子要帶出去 去跟外界 我們去做這樣的一些活動 或者去參與社會上的活動 其實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們學校也有辦全校性的 這個看地點的活動 目的也在此 我們希望讓這些家長一起走出去 彼此互相取暖 那也讓外界了解 進而可以接受接納包容 這個是我們辦這樣的一個大型的活動的一個目的 那每一下的這個執行的一個敘述 都表達了 對學校端 或者是 對園區 在提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執行上的一個感謝之意 那未來建議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已經做了相關的一個調查 那家長會比較希望我們繼續來辦 類似的障礙引游 或者是情緒管理 與壓力調適 或者是紓壓手作的這個推程 那我們也會把這樣的相關的意見 納入我們年度的一個實施計畫當中 去做參賽 以為未來之後的一個指示 那以上 感謝各位的理論 謝謝 謝謝